G-SHOCK之父一部居胸虧 五年再度現身台灣 非常感謝人家 參加媒體會議 在疫情期間 我沒有辦法跟各位見面 我覺得非常地難過 在疫情期間 我覺得非常地難過 在台北的大家 我非常地嬌 但是我今天能夠 在這邊跟台北的大家見面 我覺得非常地開心 而有神降臨是他歌手小卡比 也來喬勝 意外追星成功還獻上創作曲 不光未來計畫都跟他有關 謝謝大家 我是小卡比 對 有做了一點研究 這個花多久時間 花了大概可能要兩天 因為他也不算歌 因為他就是一個短短的verse 然後我就是有把一些 我自己本身對於G-SHOCK的認識 跟我的故事放進去 然後最後再笑到一杯上這樣 我跟你講一件很好笑的事 就是我前幾天有跟我女朋友說 我要來G-SHOCK這個派對這樣 然後他就說 那個他前男友送他的第一個生日禮物 就是G-SHOCK的手錶 湖水綠 然後我聽到我就 怎麼辦 我只好帶著這一支最新的 金屬嘻哈勞蛇歌手必備 太陽能智慧錶 回去給他顏色喬喬 表演上的演出 我覺得我最近開始會有一些改變 就是 開始會帶上這一支 嘻哈歌手必備的 G-SHOCK太陽能智慧錶 他會讓我在唱饒舌的時候 更有信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